大家都關心在我們的秋冬專案2月18號之後 我們相關的一些措施有沒有什麼變化 然後跟大家報告基本上沒有變化 基本上在秋冬專案在3月1號起 它還是持續的照越南兩座 換句話說在邊境的時候還是要有 登記前3日的檢驗的報告 那陰性的報告 然後在入境還是以就是居家檢疫的時候 是一人一戶一人為原則 那沒有話還是要到防疫旅館 或是安排在集中檢疫所 那在社區戴口罩 仍然八大的這樣的一個場所 仍然是強制要求要戴口罩 那沒有仍然照遠的方式要做開罰 那另外在高鐵上面 基本上大概還是會是戴口罩 那但是我們也開放可以飲食 那沒有吃的時候就盡量要把口罩戴起來